蔡少芬章近两个女儿越长越美啊!这基因太强大了! 蔡少芬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,她与哥哥跟住一个十度成性的母亲过日子,从小就被整天躲住债主。 年纪轻轻就要负责挣钱养家,还得帮母亲还债。 蔡少芬很早就出道了,1989年曾参加无线电视超级模特大赛,1991年以17岁之灵参加香港小姐竞选,以大热之资获得继军并与无线签约。 当时的她真是美的惊人,初夺的宴观群芳。年轻的蔡少芬,无论古装还是现代装都太美了。其娇俏感和美,真的是太有感觉了。 苍眼水月洞天,林静传奇时结识张进,当时谁也不看好他们这对名气相差悬殊的姐弟恋,她是经历沧桑的香港名女星,她是一穷二白的大陆穷武生。 好多人都说还说张进配不上蔡少芬,2008年两人在200人的见证下结婚,她骄傲于自己的新鲜头,跟所有的人说我现在是张台。 蔡少芬从不多说,默默地支持住张进。 张进最终也凭一代宗师成为她事业转折点,拿下金像奖最佳男配角,张进发表感言,感谢太太太少分,有人说我这辈子都要靠她,没错,我这辈子的幸福就是要靠她,谢谢她陪我走过所有艰难。 一顾的时候曾经语气不好说只有你一个人欣赏我有什么用,希望我们风雨同路。 而台下的蔡少芬也早已哭成了泪人。 蔡少芬和张进有两个可爱的女儿,小明一个叫包子,一个叫汤圆。 在微博上,娘娘最大的爱好除了和几位好友互动,就是晒娃,晒老公,秀恩爱,撒狗粮,活脱脱的一个充实美满的人生赢家的形象。 蔡少芬看上去大大咧咧,对待孩子的教育,却是不折不扣的虎妈。 在微博上,她也曾经对孩子说过人生,是不断的要付出,锻炼,吃苦,才会成熟,美丽,进步。 当你努力不写,人生才不枉过,的热鸡汤。 小小的汤圆双眼皮花子脸,继承了爸爸妈妈的优秀基因,也是个美人胚子。 一双女儿是非常的漂亮,越来越像妈妈,完全是菜少分的翻版。 网友看到照片后纷纷为官并留言,怒赞称,太响了,简直一样。 张晋以双掌之力托起两个女儿。 照片中的大女儿楚彈开双手取半红,但表情甚至紧张,反而小女儿醒而笑容满面,完全不害怕。 结婚多年的蔡少分和张晋,生活中非常甜蜜,不仅蔡少分再度走红,老公张晋在电影中硬汉的形象更是深的观众的喜爱。 两人的视野都在稳步高升,再加上两个漂亮的女儿,颜值超高的一家真的很令人羡慕呢。 前不久,蔡少分张记一起穿上十年前的婚纱,拍了一组照片,献杀旁人。 比起十年过去,娘娘还能保持完美身材。 更令人惊叹的是,十年之后,她们的感情依旧如同新婚,彼此相爱,还有了一对像天使一样的爱的结晶。 网友纷纷上祝福,喜欢你们,要幸福哦,幸福的一家子,会永远幸福的。 太少分,籍贯广东潮州,香港著名女演员,前无线电视女演员。 曾是无线2000年代初的四大花旦之一。 同时曾被誉为千禧年代无线五大当家花旦之一。 至今依然保持最年轻的香港事后之记录。 现实活跃于中国大陆,香港两地电视圈,主力拍摄两地电视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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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感谢观看